农地上没种农作物 反倒是满地碎石瓦砺 环保局派来大怪手挺进 随机开挖 里头出现不应该出现在 此处的建筑废材 非法掩埋农地沦为垃圾场 追溯这块地的地主 居然还是台中乌日清洁队的女队员 女方的名字 女方是清洁队员 对吧 她的名字嘛 她做人的嘛 有民众找议员陈晴 表示这块农地两三年前 还有种植农作物 后来就看到大车来来去去 不断再来细酸钙板 及营建剩余的土方进场 多次检举 但似乎都被对方提前知道 每一次你们要来 他们都会知道 都知道什么时间点都不能进来 今天她都跟我们讲 她不知情都推给她老公 不过我不相信夫妻感情这么差 女清洁队员斜杠大地主 把地租来做非法掩埋 她民国92年 在南屯清洁队 还是约聘人员 后来转到乌日清洁队 转为正职 名下有三块土地 分别在苗栗台中的住宅区 而台中乌日这块农地 被环保局查出 目前是非法垃圾厂 而她任职至今21年 从回被击查的这块农地 位于台中乌日的农村旁 清到回田营建废弃物 女清洁队员是否故意谢责 全推给丈夫 环保局表示 已经移送检方 离清调查 在地新闻将军 李建盈 台中博董 环保局表示